那么需求分析之后呢 是这个架构的设计啊 就是我们所说的功能模块的一个划分啊 功能模块的一个划分啊 那么这部分的话 在我们这边呢 有这样一个简单的一个预览啊 在我们这个项目里面 最终我们把这些东西呢 分为四个模块啊 那么第一个呢 是我们的用户模块啊 那么用户模块 然后呢 跟商品相关呢 全部列入这个商品模块 还有呢 是这个购物车相关的购物车模块 订单相关的一个订单模块啊 那么他们每一个模块下方 在我们发的页面里面有哪些页面呢 用户模块下方有这样几个页面 注册 登录 然后呢 还有用户中心的这个信息页 订单页 还有这个地址页啊 这样几个页面啊 然后再往下 商品模块 包括这个 首页 商品的详情页 商品的列表页 最后呢 还有一个商品的搜索结果页啊 你去搜索完之后 就我们给大家说的 在这个首页这边 你输入某一个 关键字 你去搜索啊 点击搜索呢 搜索出来的结果呢 应该有一个对应的搜索结果页面啊 那么这一部分呢 是我们讲到的时候 把这个页面再给大家做一下啊 搜索结果页面 那么 然后 购物车模块 它里面呢 只有这么一个页面啊 就是我们所说的 购物车的一个 显示的一个页面啊 那么像订单模块的话 也是只有一个页面 就是这个提交订单的页面啊 提交订单页面 那么这一部分的话 是我们给大家看的这个 页面啊 模块的划分 以及它下面的一个页面的一个 哎 图示啊 然后再往下 每一个模块实现要实现什么功能 实现的什么功能呢 其实呢 就是我们刚刚给大家看到我们的需求分析 哎 就是注册 注册用户的激活 登录 显示用户的个人信息 显示用户的浏览记录 显示用户的默认地址 添加用户的收获地址 还有呢 显示这个用户的订单啊 信息 哎 这是用户模块里面要实现的功能 然后商品模块 首页 信息的显示 包括这个商品的种类信息 对吧 商品的信息 哎 我们的轮播图 活动信息啊 都要进行一个显示 然后再往下啊 商品的详情信息的一个显示 你点击到详情页面的时候 应该这个详情信息呢 应该有个显示 然后再往下啊 商品列表信息 它的一个显示呢 以及进行一个分页啊 进行分页 还有呢 就是我们的详情页和列表页的商品 新品信息的显示 再往下啊 商品的一个搜索啊 商品的搜索啊 这一部分啊 然后 购物车模块啊 用户购物车信息的一个显示 然后呢 就是在购物车页面上 购物车信息的编辑 包括这个更新删除啊 这些 然后呢 还有呢 就是详情页和列表页呢 把这个商品呢 能够加入到这个购物车啊 这里面是跟我们购物车相关的一块功能 然后订单模块啊 订单模块 那么提交订单页面 这边呢 应该展示用户要选择的这个商品的信息 下面啊 点击提交订单 应该完成一个订单的创建 然后还有呢 就是我们最后说的啊 用户呢 他呢 去点击去支付 应该呢 去完成一个订单的支付啊 这里面呢 是我们模块下面的一个功能啊 模块下面的功能 那么再往下呢 就是我们这个 最终啊 这个项目在进行部署的时候 一个部署的图 那么这一部分的话 我们是到后面啊 等我们把这个项目做完之后 我们在部署的时候呢 我们再给大家讲这个部署啊 是怎么部署的啊 这里面呢 我们就先给大家去看一下啊 我们这个 简单看一下我们这个模块的划算 以及呢 我们要实现的一个功能啊